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关法令的规范 他整个转道开花是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时间 那因为这个邮居上面呢 他只有一个横杆 就是挡在那个那个肚子的方面 他没有安全感 所以在他开花的这个过程里面 我的小孩就从那个安全感跟座椅中间 那个风就滑下来 滑下就是完全没有其他的人员帮忙他 帮忙我们都没有 那这个事情就是我们自己去就医之后啊 就是我们觉得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子的事情 我们其实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处理 那这个事情其实就是这样子延宕了一个礼拜 我们完全不知道说要怎么 我们市长变化也打了什么 就是都有处理 可是我们不知道说 那这个东西到底要怎么帮忙我们 完全不知道这种 有谁可以帮助我们走 法律途径或什么的 其实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我们是非常挣扎 因为我们就觉得 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游乐园区 那个固定机械室 那那个当然又有建筑房相关的 还有机室等等 那个是非常严格在管理 那当然冲锡室的游乐场是确实是 因为它是移动 然后又不是机械 那过去大概会比较缺乏一个比较完整的系统 但是现阶段经济部标准局 它也已经从国家标准的角度 要定这个产品 它必须符合国家标准 那当然我们也 内政部跟也召集过很多部会 这个部会来开会 那我们已经有一些基本原则 就是从属地主义的概念来处理 这个设施现在放在哪个部会主管的空间 那就由那个部会来定一些职法规范 比如说假设在公园律律 那当然还是一样是内政部 例如说在儿童医院里面 那可能就是未经济 那当然我们内政部有相对的一些管理过的经验 所以我们会协助各部会把这些办法都划定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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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